深圳对我很有吸引力的一点 也是大家很年轻 速度很快 就是能在这个地方看到 比如我05年在深圳 然后一直到现在 你会发现10年多的时间 深圳已经大变样 就完全不一样 对于建筑师来讲 这是非常兴奋的一点 就是我在深圳可以做到 参与到这个建设当中去 我目前的目标还是能 做一些大的房子 然后在大房子里面 能做一些小的建筑师应有的贡献 因为我原来在小事务所的时候 做小房子挺有意思的 但后来有一件事刺激了我 就是我们做一个 在武汉的大的项目 然后旁边有一个 我一直到现在 都特别讨厌的一个房子 但是当时他们就是 请了一个外国的公司去做 其实也不出名 然后就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我觉得在中国特别好的建筑师 有一个怪现象 反而愿意去做小东西 大房子反而交给我们认为 没那么好的建筑师去做 然后反而国外的建筑师 要冲击中国市场 他们要干大房子 我觉得这一点 我觉得特别不好 我个人本身相对比较系统的研究 就是在这个产业园这块 万科云城大概是在 我刚来华洋的时候 13年的时候 我们跟万科合作的一个 相对比较大的项目 当时我跟他万科那边的领导 开玩笑 我说这其实是万科 做一个造成运动 因为整个深圳当时 除了就改的项目 应该没有这么大规模的 一体化建设的 整个的项目规模是 140多万平米 采用了一种集群建筑的 这种模式 就是请了将近30家左右的建筑师 有大的公司 也有小的事务所 大家一起去参与这个运动 那我们提倡的是一种 24米以下 它是空间相对比较丰富的 这样的话呢 就是跟人接触 比较紧密的这部分空间 让它很丰富 然后液态也很丰富 24米以上 那它可以用一种 相对比较固定的 或者是成熟的这种 有效率的方法去解决 我自己做这种大型的项目 有一个原则 我称之为28原则 我觉得在大的项目里面 应该借用成熟的 或者是工厂化的这种手法 先把80%的东西搞定 我去把这20% 当作这种小房子去做 但有实验性的 然后让它变成现在 我们说的所谓的网红空间 那这20%就足够吸引人去了 从整个大的万科云城里面来讲 里面有两个 我认为有20%的东西 一个是绿郎 那它肯定是一个作为 在那么高密度的情况下 特别特别珍贵的 几片低密度的东西 它一定会做得很好玩 然后让人记忆深刻 那现在的目的应该也达到了 因为请了很多很有思想的 这些明星建筑师去做 然后最后做完的空间很丰富 然后万科也找了很多好玩的公司进去 所以这个也挺出市民欢迎的 还有一个就是那栋超高层 特别高的那栋塔楼 它从高度上来讲 它一定是一个标志物 也是要完全不一样 所以那个东西当时是找了 新加坡的沃海 也是国际出名的建筑师去做 而且它当时还挑战了很多 深圳的既有规范 但是我们觉得 这是一件很好的事 就是它能做成一个标杆 然后呢 在办公模式上有一个创新 但是回到我们自己做的 一期的那个小的东西来讲 在这种混凝土的快速建造的森林里面呢 需要有一个相对让人感觉到温暖的空间 因为它四栋公寓楼是被一条施政路 切割成南北两区的 我回家的路上能不能做出一些东西来 能不能做一个桥 那能把南北两区联系起来 而且在桥的中间呢 是有一个共同的入小区的大门 那这个桥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就是它就成为我所说的 这个二八原则里面这个二 突然就想到这个其实有点像是这种 北方的比如四核院 它里面会有超手游廊 就是一圈廊子 那我就想能不能把这个 围一圈的廊子给拉长了呢 那那个廊子其实就是一个拉长了的超手游廊 公共的大堂 也就是变成了我们进院前的那个前院 希望是让人一下能从这种比较反重的工作 和这种满眼看到的这种高楼大厦里面 突然有一个安静的氛围 上了二层的连郎之后呢 我是希望通过这个光影的变化 让人感受到这个时间的变化 特意的在一些局部的地方加宽了 还有在一些地方缩宅了 这个放大的地方就希望说 它变成南北两个区域 比平常的老人啊小孩啊或者上下班的人 能在那里聚一下的地方 在缩宅的地方 我们希望通过上下的这种感觉 能让你比如说对面过来了 然后呢能逼着人在这个地方打声招呼 虽然我们不能像日本人一样 来一个90度大鞠躬 但是这种很小的这种笑一下 或者小点一下头 其实我觉得也是挺温馨的 美食所说的 词曲 初如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